阿姨 阿姨,我來了 我去買一些中藥 我去買一些中藥 對啊,回去試味道 而且像... 而且像刺餅,對 就是拿來熬湯的湯底 做的刺餅 現在賺年紀也要做的 真的嗎 我本來都幾個月來幫你叫一遍 你現在很生意 對,我在努力 其實我以前一直在 就是講台語就是讓人請 就是別人的員工 心中其實一直想要創業 但是還都不知道要做什麼 甚至沒有真的跨出去做這件事情 突然爸爸就有一天 就跟我說,你想創業 你要不要賣阿公的清草茶 阿公阿媽在這邊經營了 將近一夾制 他們開了55年的草藥鋪 那我覺得隨著他們離開 草藥這個東西吧 也將近有點像是黃昏產業 我以為大家都不重視 結果沒想到我爸爸超重視的 後面爸爸又默默的拿出他的小本本 還有一個小筆記本吧 他就跟我說 爸爸退休之後想要在 就是我們家的屋簷下 賣賣清草茶過他的退休生活 然後爸爸甚至跟我說 阿公的配方大概是什麼 然後爸爸也跟我講過很多 就是包含店名他想怎麼取啦 可以做什麼樣的飲料 他都想好 我才真的認真覺得說 他心中有一個很用心在看待 回春這件草藥不移的這件事情 即便阿公阿媽都已經離開了 我們手指的力量 一燈動 好燈動 挖一個 挖一個灰塵 他就會 就是 鄉下地方到處都有草藥 而且 也要略懂一些草藥的知識 都可以去抓回來做 我父親有效很多配方 就開始研究 每天晚上兩個婦女都弄到三更半夜 然後我也趁這個機會 複習自己的草藥的嘗試 然後也教你慢慢認識草藥 那是阿公的配方 然後很多阿公的故事 就慢慢說給他聽 爸爸說以前啊 就是如果說這個地方 很多人很熱鬧的時候 就是那個電信局 就會來撞公共電話 對以前公共電話的呈現方式是這樣 那因為以前阿公很多客人 他們都很常需要打公共電話去問說 你會聽什麼油啊 你會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後面變成是人太多了 就電信局就真的有來 裝一支紅色的風的電話 大家會很好奇說 你怎麼賣青草茶又賣雜菜糖 剛剛我覺得就是阿公阿嬤帶給我的 阿嬤教過我的 學過一次後面阿嬤就不在 所以沒有機會再學 就是四處吃雜菜 就是哪裡有雜菜我就去吃 然後我是算是有點拼拼臭臭 把這個味道拼回來 拼成我喜歡我想念的那個味道 他也算是蠻用心的 我連我都有一點不大相信 他有偷偷的再把配方改 有一次他偷偷改完配方 煮好了之後 我叫我試喝 我一喝跟我煮的不大一樣 這個味道更好 結果是他改 然後就慢慢慢慢把配方改良固定 其實我心裡面也蠻高興的 不然草藥這個行業 很多都後繼無人 沒有人要接手這一塊 還有人到現在還要來找阿公 就你們這邊有一個老篩戶 然後什麼說 那我阿公他不在了 就會跟他們分享清草場 那也有阿公很多的客人 固定已經變成我的常客跟首客 我都會有一種感覺就是 我覺得阿公阿媽他們蓋了一艘船 讓我能飄在海上 可是方向去哪裡我不曉得 但是我覺得現在就是 陪我一起努力永遠花 其實是我爸爸媽媽 從來的就是 我家說他很想要 你嗎 這個人也很想要 他也很想要 我家說他會變得很難 是他 裡面是後來是 馬上提到 甚至是 你找到 他不想要 我家說 感谢观看